哈喽 大家好 我是肯德 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玩這個奇葩大亂鬥 那我們今天的話是有找到一些可以用的禮包缺號 然後來做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來再稍微試玩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這遊戲 送的一些開服好禮 還有這個好用最強的天靈英雄 還有一些推薦的武器 那首先的話 先來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禮包啊 兌換碼 那麼兌換了 我們就先點右上角這個菜單了 然後再右方的話 可以看到有這個使用者中心 在右下方 這邊就可以輸入這個兌換碼 那麼可以按這個fff然後3個3 ff3個3 按這裡 就會顯示這個兌換成功 好 那麼兌換完就可以在右上角這個郵件線箱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直接再拿到一個這個滿級超歌造型 這個宇宙戰士 這邊的話還有一些其他這個歡迎好禮 在這個東南亞還有我們的港礙團 拼盡聖士上司 那我們這邊的話直接領這個蒼黑造型 可以領到一些其他的這個隨機盡量配件 然後這邊的話還有這個少天使 好 那麼這邊就一切領取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的最強角色 那麼這一開始拿到的角色 對這個新手來說 是相當好用的 他這個大招也是相當痛啊 前期的話大家都還不太會躲的話 其實一放下去 基本上如果敵方是群聚在一起就可以殺到非常多人 然後接下來是這遊戲的最強的神角 最強的神角就是我們這個逆小影 他可以看到他這個技能 他可以直接隱形 隱形時候呢還可以讓他這個恢復體力 然後隱身解除還可以讓他自身的這個傷害變得非常高 就可以直接潛情到敵方後方 給他這個敵方的英雄直接來個致命酒 這邊還可以有這個身輕乳液 可以對任何方向快速的移動 這的話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翻滾的話也可以造成這個大免疫 好 那麼今天呢就來給大家稍微玩笑 那我覺得這個遊戲的近戰武器是比較好用的 那像是我們這種叉子這種攻速特別快的 或是說像我們這個自拍棒也都是還蠻不錯的 那流連錘的話也是還可以啊 不過他是需要調個角度 那這三個的話是覺得是比較好用的 那遠程的話都不太怎麼喜歡用 然後輔助道具的話應該也是要 跟一些其他可能認識的人一起說好去組合搭配 要不然這個路人局基本上 你就算把敵方控制住 那你的隊友也是不會來幫你打的 而這右方的話還有一些活動 那比較重要的話是你們這個邀請活動獎勵 這邊的話可以輸入一下這個邀請碼 那輸入邀請碼 你們就可以拿到這個清玉炫彩造型 那有非常多的這個高級的配件 新娘配件 兩個普通寶箱 這邊的話有非常多的這個活動 新手的話就可以來這邊拿一來 直接拿到四個這個配件 然後地績的話就可以直接拿這個 隨機的傳說配件 右下方這邊成就 那還是可以再做一做 可以拿到非常多的這個金幣 那這邊的話就來 直接挑戰一下這個路人戰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這個遊戲的戰鬥方式 那我現在也是新手 反正呢不知道怎麼用就可以 一直無腦的 進戰然後用拳頭攻擊 有多一個葫蘆 那這個遊戲角色是真人還是電腦 這邊有個C盤 C盤的感覺沒什麼用 換個武器 箱子的話是驚喜箱 可以丟過去 然後敵人就會被這個驚嚇住 我就可以進去打一下 我覺得最強的就是這個 拳頭攻擊 瘋狂貓啊 看這樣又輕鬆擊敗一名 然後打這種遠程的 這樣靠近 這樣追著他打 這樣又成功擊殺一名 要不然像這個 冰凍的根本沒 沒啥用啊 還不如直接用這個 好拿到這個榴槤榴槤 榴槤榴槤也是挺不錯的 可以這樣 就是轉圈圈 然後敵方就會被打到 你可以站在這中間 然後隨便丟一個大招 來繼續轉這個圈圈啊 這個遊戲需要走位 光是我們在這邊一直轉一轉 就已經贏了 我們現在再去下一個地方 就這樣直接進入敵方這個 出生點 就這樣稍微 倒個一下 然後把它關在這裡 我們直接9比0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電腦 就這樣稍微走個位 對 可以一打4都沒問題 他打到敵人的話也會這個 退一下敵方 6秒 隊友都沒有在幫忙殺的 無人能敵啊 輕鬆一關 就這樣打完了 欸 人怎麼見了 他這個時間是怎樣 他有限時 這邊又有一個人 我們就直接用拳頭解決他 這邊還有一個武器 這個拳頭指接貓 啊 就勝利了 這遊戲的進戰武器相當的強 可以看一下這個評分 這邊的話可以有九死 九殺一死 這一個就是最簡單的玩法 路人戰 14殺 然後就可以 可以 還有這些掏金的 路人戰 吃雞 進一場這個單條 什麼金珠結案 這些玩法是相當多啊 我們再給大家打個一場這個路人戰 武器是相當多種 可以跟你們這個老友 然後一起來這邊 遊玩 天仔難逢 這個名字很像是真人 這個小雞的話還是一個進戰武器 我覺得沒有很好用 更不好用 也可以把我們的這個隊友舉起來 這個就是會戰 這個攻擊速度有夠慢 馬上就直接被壓扁了 超爛的這個武器 這遊戲武器的 長度 這個遊戲你拿到什麼武器就決定 你能不能夠贏啊 像這個 很遠程的有什麼強的 很多他可以過 過強還是怎麼樣 你看 你看 只要敵方 直接一換一還行 只要敵方這個直接近戰 然後直接狂A 那你根本就沒辦法做任何事情 這個小喇叭也是沒什麼用啊 開這個氣而已 已經黑掉了 直接丟掉了 這個大嘴花也是沒什麼用的 給大家看一下 就直接咬個一下 直接有個台戰喔 聶小癮 這什麼大招啊 別被屌虐喔 根本就拿不到什麼好武器啊 那都拿 吹風的有什麼用 你看 吹風的有什麼用 有什麼強的武器喔 你看這個大嘴花剛剛大家也看過了吧 這個咬這個是有什麼用啊 把它丟出去 這個再撿一下 這個近戰好用喔 這個自拍棒好用 你敲別人 也都打600多傷害 對 這樣的話 又打完一場 這個遊戲還是跟朋友玩會比較好玩 可以一起溝通 對面看起來這個造型 非常看起來就非常貴 哇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奇葩大亂鬥的遊戲之玩 然後你幫我需要分享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咯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